不用实习 不用有社会的力量 你最重要的只需要是什么 你最重要的只需要你的颜色对 只要你颜色对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平平稳稳的 铺上顺利的一个仕途 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人民所希望看到的事情 只能说这个政府搞政治有一套 但是办正事呢我就不知道了 好 请导播给我们看下一张 4月2号出事的嘛 泰鲁阁号 那么到了4月3号 你知道这新闻报多大 这不是每一个小时滚动式的报道 那讯息面四面八方 你可以看到很多了 好 看到隔天4月3号 大概也知道什么样状况吧 那蔡总统当天到花莲探视伤患 那么有伤患呢就告诉蔡英文说 我是被夹在车厢第四节 还有第五节中间 那么蔡英文就回他了 四五车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其实答案在哪里 四五车呢有十个人罹难 没有比较安全 当然我们知道最严重的是第八节车厢 那其实伤亡最轻的是第一车第二车 所以感觉起来蔡总统是不是也是搞不太清楚状况 因为这个部分是他 应该是没有稿子嘛 对不对 所以呢是不是这个陈慧文就批评他 事故发生已经过了24小时了 新闻报这么多报这么大 是不是一点都没有用心还在状况外呢 那还有又要质疑的就是说 是当天发生这么大的台铁事故 蔡总统神隐七小时为何 上午九点多嘛 九点二十八分 泰鲁阁号意外发生 那么一直到了当天下午四点多 蔡总统呢前进台铁灾害应变中心 才举行记者会 所以当然陈慧文也就会质疑说 总统你知道你有多昏庸吗 中间这七个小时在忙什么 对在忙什么 我也很好奇 而且对他到台铁灾害应变中心 对拖到下午四点钟才去 为什么 好回到2018年三年前的普悠玛事件 好那么当时小英总统是怎么说的 他说台铁的改革没有上限 我只接受一个结果就是改到好为止 真的吗有改到好为止吗 三年过去了有有什么改革无上限吗 我们看到了什么改革吗 而且多亏在2006年的时候 小英还担任了台铁改革小组的召集人 好所以这个事情这一路看下来 我只想问一句 小英总统到底有没有上心啊这件事 你觉得他会上心吗 你看他2018 所以你觉得他这些都是行礼如银是不是 本来就是因为我跟你讲 蔡英文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冷血 很没有同理心 很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想的人 你看他当初讲的多漂亮 台铁就是要改到好为止 那我跟你讲这句话 我们现在是拿这句话来讲说 那你的改到好在哪里对不对 我跟你讲你放心好了 等到选举的时候蔡英文就告诉你 就是因为没改好啊 中途不能换师傅啊 所以要继续让我连任继续改 就是这么简单的 他们的逻辑永远是这样子啊 他们很厉害耶 嘴皮治国 耍嘴皮治国 本来就是啊 从头到尾蔡英文这五年来做了什么 你觉得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 都没有啊 你看他玩猫最厉害 看他每天去作秀最厉害 你到底坐过火车没有 我现在严重怀疑 蔡英文是不是根本没坐过火车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很傻 我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小学的时候 我那时候 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第一节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跟我妈吵的 我一定要坐火车第一节 因为我想坐在火车 那时候还是那种柴油车头 你知道吗 我想坐在柴油车头前面看风景 我觉得那种感觉很特别 结果呢 我妈帮我买第一节车厢 没错嘛 结果你知道吗 买了第一节车厢我是最后一节 对 是我正要说 对啊 因为他就这样的 你到站之后到了底站 他掉头回来的时候 他不是只拿车转嘛 他是直接这样 从后面来一个机车头把你拉过去嘛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我就坐到最后一节去了 那所以同样的嘛 你今天纠结在哪一节车厢 其实根本是没什么意义的事情 你要看事发当时的状况 他到底是怎么撞的 我讲的比较那个一点 假设真的跟我们大家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以为是火车在行进间 突然这些空乘车掉下来了 对对对 那如果刚好掉到四五节 四五节不就最危险 不就是这样 掉到哪一节哪一节倒霉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呢 这根本没有一定的事情 你到底在讲什么 对 我觉得他关心是没错的 但是你就凸显他状况外了 我跟你讲 这个基本上不是状况外 这个状况外 而是你知道 这个人完全没有花脑筋去想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完全 common sense 都没有的人 那但是蔡英文就真的做了这种事情 那至于辉文说他很昏庸 说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 你到底中间七个多小孩跑哪里去 不见人影啊 这个我来帮蔡英文总统讲话 因为他在看风向 他在先看林佳龙出来 可不可以安抚得下来 苏貞昌出来可不可以安抚得下来 如果真的安抚不下来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动作 你没有注意到那七个小时的时间 网路上一堆一四五厘 他一大堆在干什么 风向啊他是国家领导人耶 你以为他国家领导人什么上 就是带风向带上去的啊 不然你以为他怎么上 就是这样子啊 蔡英文是一个风向治国的人嘛 他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搭点好 他连去看家属都要看读稿机了 何况是这一种事关重大 万一他一出来 你要知道蔡英文很爱面子的 他一出来被大家骂到臭头怎么办 所以他一定要把整个风向全部安排好 那七个小时就动员网区 不断的在网路上到处去洗 都是李一翔的错 都是李一翔这个混蛋啊 都是因为城堡商完全没有按照台铁的要求去做 他把这个风向整个洗洗洗洗 洗到差不多他才要出来 不然的话他一出来 万一所有人都指的鼻子骂 你要知道蔡英文去那边被家属呛一声 你都听到可是你没做到 一大堆一四五零在那边帮蔡英文申冤啊 当年马英九被你们直接拿鞋子开的时候 你们不是一片叫好吗 那蔡英文怎么会被人家呛两句 还是被罹难者家属呛两句 有什么好委屈的 这不就你造成的吗 你自己是总统就要盖瓜成瘦啊 你怀疑什么呢 但蔡英文不是这种人 蔡英文非常在乎自己的感受 他没有同理心 可是他在乎自己的感受 所以他一定要所有东西打脸得当 他才要出来 那更不要提你们现在去挖说 他2006年苏正昌任命 你看他当成是副院长吗 任命他当台铁改革小组召集人 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你知道 第一个14年前我们就知道一定要改革 实际上也不止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大概三四十年前 就已经说台铁要改革了 那也没改革 那14年蔡英文再来一次 还是没改革完全没动 那我们也都知道 蔡英文经过了14年之后 他当年当过改革小组召集人的人 你觉得他懂台铁吗 他完全不懂 那个就只是一个任务编图 把一些没用没事干的废物闲人 全部凑在一块 就跟新来将办公室一模一样的东西 弄了明目假装政府有做事 实际上任务编图 这些人还是各自干他原来干的事情 共同媒体在关心这件事 那就只是为了应付 应付眼人耳目 这就是苏正昌当年一贯的手法 到了十四十五年后的今天 他还是这样干 苏正昌还是做一样的事情 那就是有这么多白痴的样片 还相信苏正昌有政府会做事 有政府会骗人吧 这整个政府基本上就是个诈骗集团 不断的用这种欺骗的手段 他跟你讲的所有的话都是鬼扯 因为他根本没有心想要这样去做 我今天想请问一件事情 假设蔡英文总统真的有心 检讨报告出来的时候 还是张景森带领 也是蔡英文的爱将 张景森带领的 做了这个检讨报告出来 你蔡英文有看吗 你蔡英文真的像你嘴巴上 讲的这么关心的时候 你不会马上折成行政院 你要赶快去实施改革 结果你有吗 你有做这件事吗 你搞不好连报告出来 你都不知道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